特兄姊妹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课,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低头祈祷。 主耶稣多谢你,多谢你心恩,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在当中敬拜。 更加多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读你的话语。 我们特别的都知道你借着使徒彼得,能够是鼓励安慰当时很多处在苦难中的信徒。 让他们知道信心经过试炼就像金子那样宝贵。 今天你仍然要借着你的话语,在对疫情当中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说话。 我们深信你要来帮助我们,你的生灵要来帮助我们。 所以让我们在遇下这个时间,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愿意的来到你面前。 让我们愿意的来给你改变。 也在当中祝福我们每一个。 听我们的祷告,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彼得传书三章》8-12节。 我们今天是上一次记不记得到我们讲了什么? 我们有几个题目。 我们讲了与外邦人的相处, 如何对待政府和掌权。 亦都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 这个是基督徒的主人和奴隶如何相处。 亦都讲到夫妻如何相处。 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在教会里面,如何对待一般的弟兄。 给我们很多的来学习。 这个是刚刚说的一些温暂。 就是来如何对待外邦人、政府、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 就是妻子如何对待丈夫。 丈夫如何对待妻子。 这个是我们上一讲来学习的。 今天我们将来讲讲第六讲。 而对待一般的弟兄。 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相处的原则是如何呢? 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 圣经这样记载的《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 总言言之,你们都要同心。 彼此的体恤,相爱如弟兄。 全词涟谦卑的心。 不以恶报恶。 以欲骂还欲骂。 倒要祝福。 因你们是为此蒙照。 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因为经上说, 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 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鬼诈的话。 也要离恶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赶。 因为主的眼看顾疑人,主的耳听他们祷告。 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便面。 这段经文是说到如何对待一般的弟兄。 虽然是很短,但当中它分了很多层次, 在很多方面来给我们一些教导。 第一,它说到是同心相爱。 第八节。 第八节已经有好几个层面。 彼此体恤。 我们会逐个层面来解释。 亲爱如弟兄。 传词念。 谦卑的心。 还有宽恕的心。 他在诗篇中,也有一个引证。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 为什么要相爱。 为什么要看出。 互相来对待。 他有一个诗篇来说明这个目的是什么。 第八节。 他说,总言言之,你们都要同心。 彼此的体恤。 相爱如弟兄。 这个是慈怜坚卑的心。 这里说了这么多,你们要做什么。 很多理论性的。 所以总而言之,你们都要。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无论什么理由。 无论当中有什么要解决的。 但是都要一个正确的态度。 这个是说,尽力放下一切的理由。 排除一切的拦阻。 来追求这个肢体的同心。 以及彼此的连述。 这句话,其实他没有否认到信徒之间会有意见。 会有分歧。 其实是。 但是他有个总言而知。 其实他是承认了帝卿或帝卿姐妹都说的肢体。 在教会的相处也会有冲突。 这个是每一间教会由初期2000年前成立教会到现在。 我们都看到的。 有这种现象。 那么,信徒在一个教会里面因那些原因而被起此冲突呢? 通常有两大原因。 第一,他是说到做事性格或者有私欲, 甚至有罪在当中的干扰, 引致有冲突有分歧甚至误会。 这是第一方面的。 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有不同的性格。 当然也是有私欲, 不去顺服, 或者是在一个争拗当中, 我们很注重这个输赢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结党, 拉一班人来支持自己。 因为要赢, 这些是冲突的其中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其实就是真理方面的解释不同, 或者看圣经有不同的解释, 也会引起冲突。 但是总而言之, 他说, 我们都要追求和睦。 真理性追求的冲突, 或者解经的不同, 是很容易发生。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 不应该成为不同心的一个理由。 就算是在真理方面有不同的解释。 通常不是主要教义的冲突, 而是次要教义, 我们都可以互相包容。 所以信徒要学圣经, 信徒要学神学, 就很重要。 因为分不清次要教义和主要教义, 在不同的时候, 冲突就引致很不必要的误会。 这个是不应该的。 但是有时因为性格, 因为私欲, 私欲的冲突, 到最后里面是私欲, 我们很小心, 里面是私欲。 但是冲突之后, 你表现出来, 他都可以用真理方面的不同, 做一个掩饰, 而攻击人的方式。 这也是提醒我们要小心。 所以总而言之, 就是不计任何理由, 我们都要做这件事。 你们都要同心。 你们当然是指导我们做弟兄姊妹之间, 在教会的相处, 他们都要好好。 他都要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人要例外。 就是没有一个人不用同心。 一百个人只要一个人不同心, 都是不同心。 他的意思是没有一个人例外。 同心当然是我们同一个方向和目标。 也都说到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那你才有一样的心。 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我们想什么, 耶稣基督要我们做什么, 耶稣基督以什么为优先, 最重要, 之这个是很重要的。 同心当然是有知情意, 有我们的意志。 因为同心会影响我们的态度, 同心会影响我们的决定, 意思就是说, 知情意是辨论, 第二方面是一个选择和一个决定。 同心的表现就是信徒,李末都要同心。 在教会中应该看重什么利益过于一切。 这是同心的基础。 因为同心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基督最想做什么,基督最不想做什么,最不想有什么事发生。 这个应该看重什么,当然是福音,我们是见证。 在教会中,李兄姊妹生命的成长,这些是很重要的。 同心作为一个基础,看重教会的利益为基础的时候, 我们另一方面说到,除了同心,就是彼此的体述。 体述这个字的意思是彼此分享一个感受。 就是有同情心的意思。 他原来的意思是同情心,就是有身同感受。 以及彼此的分享,无论你是喜悦或高兴,无论是优秀。 所以以喜乐的人同乐,与哀伤的人同哭。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体述。 就是彼此的体述。 就是有时我们都要遷就别人的意见。 当然,体述这个字,它本身含有什么? 你体述一个人,当然是一个比较刚强的, 比较老念的,同情。 一个比较软弱的,弱小的人。 为什么我们可以体述呢? 就是我们过往一些的经历,过往一些的受苦。 我们过去了,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圣果。 我们经历过那种痛苦。 而正在别人,正在经历相同的苦境的时候, 我们就有机会同情他们,有机会体谅到他们的感受。 所以希伯罗斯说,基督并非不能体述我们的事情。 我们是软弱,因为基督曾经受过试探。 就是我们试探的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 或者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挣扎, 我们会忍受很多苦难的时候。 希伯罗斯说,基督他体述我们,因为他反事,受过试探。 就是我们所经历所有的事情,基督都经历过,基督都受苦。 我们经历所有的苦,基督都受过苦。 甚至比我们受的苦很多很多倍的时候。 所以基督可以体述我们。 所以这个字的基础是这样来的。 基督并非不能体述我们的语弱。 就是他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他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软弱。 当然基督是靠神的能力。 他是能够圣觉。 这个是提升我们彼此的体述。 我已经说了。 他说了,体述和自私是绝不能同时共存的。 我们不能同时以自我为中心, 也同时可以体述别人。 这个是不可以做到的。 当然是体述是提醒我们。 我们都很容易,因为我们是罪人的原故。 我们是有自私。 也提醒我们。 我们是学校基督。 当然我们每个人体述就是我们要同情心、同理心。 我们要明白或者了解每个人的行为背后都有各种原因和动机。 很多时候我们软弱。 很多时候我们重视方式不同。 很多时候我们有时讲的话会冲突。 这个背后有各种原因和动机。 但是都是要同心。 以教会福音的利益为友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到第三个层面。 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同心、体述, 就是相爱。 相爱如弟兄。 这个是很特别的。 他原文就是从神而生的人。 他意思就是这样。 这个背后不是单单一种的称呼。 其实是相爱如弟兄。 他说到是。 你们要无论什么情形。 所以他说,总而言之, 都要相爱如弟兄。 当然是说到,都要同心、都要彼此, 亦都要相爱如弟兄。 其实他是一个误示的。 就是,就算是初期教会。 很多时候, 大兄姊妹之间的相似, 会因为充沿了冲突, 充沿了意见的分歧。 当中可能是有很多误会的时候。 你发觉, 他说,暗中的含义, 为什么都要相爱如弟兄呢? 他是不是暗示了, 其实他们已经在某些的肢体之间, 已经不是相爱如弟兄。 所以他劝他们, 都要相爱如弟兄。 因为有些分歧, 因为不够看出别人, 因为不够同心。 所以引致出来, 我们很多时候冲突的时候, 就变成了分歧, 争拗, 就变成了仇视的现象。 所以, 为什么不以辱骂, 下面讲到, 不以口出恶如呢? 就是因为这个相爱如弟兄, 出现了问题。 他意思只是说是。 但是他原文之后的字就是, 我们都是同神生的。 所以我们的意思是, 我们不是有血缘的关系, 我们叫弟兄姊妹, 但是我们当中有淑灵的关系, 都是同神生的。 所以都是叫神了, 我们天上的父亲。 在某种程度, 我们是同圣灵而生的。 所以有这个灵里面的联系, 他的意思是这样的。 有时我们有很多提醒, 尤其是互相的争拗, 互相的得罪, 这个已经不相爱如弟兄了。 给我们有很多提醒。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相爱如弟兄。 另一层面, 第四层面就是, 全慈怜、 谦卑的心。 其实是说到心很重要的。 就是慈怜, 仁慈, 言输, 言输, 和谦卑的心。 心是重点, 我觉得是, 好像, 主耶稣说, 内心柔和谦卑。 不是外表, 是内心。 他意思就是, 谦卑就是服侍人, 谦卑就是帮助人, 谦卑也是一种爱, 他不是没有礼貌。 谦卑是什么? 谦卑就是, 连吻给我们软弱的人。 软弱当然是说到有身体, 和灵性方面的软弱。 我们要谦卑。 谦卑的意思就是, 不单是有仁慈, 连吻。 谦卑的意思就是, 亦是承认什么? 承认自己都会犯错, 承认自己都会有软弱的时候, 所以谦卑。 谦卑其实是一种态度, 谦卑是生命中的一种改变。 人其实是很难谦卑的, 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 就是要sell yourself, 有个意思就是, 如何推销自己, 推销自己的好东西。 我记得, 美国的文化就是这样, 当你去见公敦, 去做一个project的时候, 你就sell yourself, 你明明只有七成, 你会说到十成。 这个是现代的一个文化, 提醒我们, 谦卑的意思也是承认我们有软弱的时候, 所以谦卑不是自己说的, 也不是自己认为的。 这个世界, 说自己谦卑只有一个人, 就是耶稣基督, 他够资格可以说的。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聚性的言故, 我们都会自我为中心, 我们都会自大。 那么, 这个是什么? 谦卑呢? 我们又要提醒, 我们不是对罪全慈念谦卑的心, 不是对罪, 反而是对人, 这个是彼此的。 这些事都是人对人彼此的。 他意思是说, 不要因为人失败, 有些人做了一些, 或者我们觉得是跌倒犯罪, 但是我们什么? 我们应该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也知道神会帮助他, 有机会能够站起来。 这个是人持谦卑的心, 就像主耶稣对待三次不认主的彼得。 其实当中也传了慈念的心, 给他有机会, 来重新的, 来站立起来, 来去牧养他的羊群。 所以今天, 其实彼得讲话, 这个时候, 我想, 他是知道主那种的心, 让他有第二次的机会, 所以写了彼得前后书,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心里柔和, 谦卑, 不是外面的, 心里是内面的, 不是谦卑, 不是用来炎耀的, 当我们说我们谦卑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骄傲了, 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要留意的是心。 如果我们没有上面那些, 没有童心, 没有相爱与弟兄, 没有彼此的, 来到连述, 恩慈, 相爱这些, 就很容易发展到以恶报恶, 以及欲骂这些, 所以欲骂, 就有这些事来发生。 所以今天看到, 不然后倒要, 一个是消极的, 一个是积极的。 欲骂就是在当中, 我们都知道, 谦卑是一个, 不是一个弟兄之间, 应该来应有的那种表现和态度, 为什么会欲骂呢? 因为里面那种的恶, 里面那种的苦毒, 这个是他讲的, 都要是相反的, 就是要祝福。 祝福原文是一直的祝福, 其实是, 有时说, 为什么要祝福对方呢? 为什么要祝福我的敌人呢? 其实我想这个祝福, 它意思就是, 因为你们为此蒙朝, 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想想, 就是原来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 我们成为一个祝福人。 有些人, 他真是, 严格来说, 好像, 好像勇马我们, 好像对我们用一种好, 这个是, 好不好的态度, 或者是, 伤害了我们, 那我们为什么要祝福他呢? 你看到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就是我们蒙朝, 好叫你们成为了。 其实有时, 我们的祝福是因为我们的缘故, 不是对方的缘故。 你看回这个《马太福音》, 其实就算是祝福, 有些人, 比如《马太福音》五章, 四日四节, 《使徒行语》七章, 六十节, 有机会大家回去查一下, 就是有些人, 你祝福他, 他都仍敌对你, 仍然是什么? 仍然是, 不要你的祝福, 仍然是欲骂你, 仍然是以恶报恶, 那我们还要祝福, 还要一直的祝福, 但是这里讲到, 好叫你没成受福气。 这个很好, 这个重点是什么? 它的祝福是因为我们的态度, 祝福是一种态度而已, 不是说, 我们祝福他, 他们真的承受很多的祝福, 很多时候他们不要这种的祝福, 特别是, 很多未认识神的人, 或者是, 有很多人, 他就不要祝福, 那怎么样? 反而是我们承受福气, 所以是为了我们的原因, 我们可以承受福气, 我们蒙照是这样的, 我们想想这件事情, 原来神是要祝福我们的, 很重要是, 当然, 所以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祝福别人。 郭七人有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郭八三友, 他一直的严格来说 看看郭八祭, 郭八祭已经受苦受得很厉害, 已经是家破人亡, 但他的朋友不单是什么, 不单是没有存诈而恋, 言悲的心来看了他。 他来说你一定是犯罪, 如果不是,神怎会这样的惩罚你呢? 你快点去认罪 但是后来神说 你们这么多人说的 不如若伯有理 你也不是没有道理 若伯比你们更加有理 神后来祝福若伯 神后来祝福若伯 你看到之前有个条件 祝福若伯之前 他叫若伯做了一件什么事? 为他的朋友祷告 祷告完之后 所以只要伯为他的朋友祷告 神就祝福他 给他以前的福气是加倍 家产是加倍 其实是这样的意思 我叫你们承受福气 因为经常说 人要爱生命 圆享美福 需要禁止舌头 不出恶意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 提醒我们 神其实是想祝福我们 神祝福我们 其实是 我们要来到当中 要找到一个蒙福的途径 他的意思就是 蒙福的途径 人若爱生命 人若爱生命 原来神是想我们 得享美福 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 当然不是 他原来的意思 并不是说到 只是今生的生命 其实 他说到什么? 是一个将来的生命 这是永远的生命 这是提醒我们 需要 就是一个享受生命 和美福的条件 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也是有学习 有一个要做的事情 需要 需要有些去做 有些不应该做 有些不应该做 有些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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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信徒之间的相似 我们知道 恶言 就是 因为情绪 有时我们在争吵 这个情绪上来 我们很容易 我们会说出一些 收不回的话的意思 就是说 恶言 就是这个意思 当中 可能会令到 有些人 会受到伤害 这个是禁止 这个是 亦都说的是 报复 亦是不要去报复 的话 所以 是很重要 当中 还有一些 嘴唇 他意思是 舌头和嘴唇 都是同样的 说到 不要说这些 恶言 和鬼诈的话 这个鬼诈的话 就是 告诉我们 是和我们的身份 和一个性结的身份 相符 是相符的 是很熟细的 用熟细的方式 来表达出来 所以 人应该有 这里提醒我们 人有 恶意表现的说话 这是一个 得福的条件 为什么他说到 舌头 他说到嘴唇 当中的反省的时候 发觉 中国人的好好的成语 叫做言为心声 有时我们的生命 一些表达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追求真理 我们要学习在当中 来到 《马太福音》十二章 也说过 主耶稣说 心里面所充满的 口里面 就说出来 这个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我们要对付自己的舌头 对付自己的嘴唇 他的意思就是说 首一节 也要离恶行善 尋求和睦 一心追赶 这个尋求和睦 一心追赶 就是一心追赶和睦 和睦 很重要 在弟兄之间的相处 尋求和睦 离恶行善 他原来的意思就是 避开一些邪恶的东西 邪恶的说话 邪恶的动机 来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平 意思就是说 是一个转向 甚至是在人当中一个悔改 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是 离恶就是 因为以前是最终之乐 以前不觉得那些东西是不对的 现在因为生命的改变 因为透过圣经来反省 我们生命中一些生活的习惯 一些言行举止 是应该可以改变的 他意思就是说 当然是 逃债就是好像逃债 来到逃累罪恶 意思就是说 行善 这个当然是一个消极 一个负面 一个积极 有时我们会行多些善事奉 人帮助人的时候 我们自然会离恶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能单单的就是离恶 我们还要行善 有好的行为 表现 慢慢慢慢 离恶是自然发生的事 所以 尋求和目 一心追赶 意思就是说 和目是不容易的 意思就是说 和目不是理所当然的 尋求和目 一心追赶就是 我们要故意做一些事情 当然我们不是故意 有时候我们提醒 我们不要相反 我们不是尋求和目 我们就 说一些恶言 说一些鬼诈的 说话的时候 那就不是尋求和目 那就是 刁砖你了 那就是 这个是 远离和目 提醒我们 要找机会 制造和目 不是找机会 制造不和目 这个很重要 因为主的眼看故意 主的耳听他们祈祷 唯有行恶的人 主向他们便念 在当中 我们说了很多 今天 很多的层面 无论什么层面 我们要记住 它意思就是说 无论做什么 我们为主而做 我们出发的动机 不是因为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好人 而是主是看顾 这个顺服 听话语的人 有时问题就是 有时觉得很吃虑 有时觉得是做很多和目的 那吃虑做不做呢 这个是最难的 我们一些的挣扎 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公义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其实 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事 反而我们是一个什么人 就会看顾我们 这个是我们的出发点 我们的动机 我们内在那种生命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他不是说 他不是说 主眼看顾 义人 那个做了什么 而是你本身 你是一个义人 认识神的人 亲近神的人 体贴神心意的人 他在说这一件事 他是听他们的祈祷 听他们的祈祷 其实这个是一种 关系上的亲密 这个是 便宁表示不起穴 表示法老 表示弃绝他们 这个是主的意 听他们祈祷 他意思就是 神和义人的关系 那种密切 当然 亦都说到 神会看顾他们 当然看顾那个 方式 那个表现 未必是我们 我们想的 但是会听 当然 如果我们网球的时候 那神是否会做一些事呢 还有呢 我们想神立刻去做 今天去做 这个月会做 今年会做 那神是否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呢 不一定是 有很多的见证就是 你说一个人祈祷了很久 有些人甚至祈祷到自己都过了一世 那个人都可能未信主 但是之后他会信主 所以那个时间表其实不掌握在我们那里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我们 意人 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认识神的 遵行神旨意 并且顺服神 按照圣经的原则代人 我们愿意去学习 我们愿意尋求和睦 我们愿意一心的追赶 当然我们更加愿意同心 看书 相爱 这些是圣经的原则 当有分歧的时候 当有分歧的时候 你们要相爱与弟兄 有时就是没有做到 那时候怎么办呢 那就不要以恶报恶 不要用这个欲骂来说 这个欲骂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说不要凭一个欲体 来报复 那这些是一些什么 坚持圣经原则去代人 那我们 提醒我们 我们当中 还有很多学习 而这个学习是一生的功课 其实是 但我很相信 只要我们的态度对 我们的方向对 神是帮助我们的 神是很愿意 我们在当中 来学习到这些功课 神因为神很看顾 我们 神是愿意看顾我们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神的产业 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 那看顾意思是 在上面 停在上面 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是便便 就是说弃绝的 一些敌对的意思 好 我们看看今天 我们透过我们今天的功课 我们今天有什么来反省呢 第一就是我们以往受苦的经历 而又帮助我们 看出现在正经历 和我们以前 同样苦境的人 刚才说了 希伯来书 主耶稣也是很好的榜样 并非不能看出我们的药 有时 神要我们经历一些苦难 可能是 给我们有机会日后 更多的 来到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这个苦难 就是有益 这个苦难 就是有价值 所以 很多我们的苦难 在神的眼中 是有益有价值 除了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有帮助 我们的信心更坚固 还可以帮助到其他人 信徒是一个教会 因为有什么原因 而彼此冲突呢 刚才说了 起码有两大原因 一个就是 性格 私欲 做事方式不同 这些冲突 另一个就是 对圣经的解释 看圣经的角度不同 都可以冲突得很重要 这个提醒我们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同心 我们都要恒一 第三就是 若要享美福 便需行善作疑人 若行恶的人 便不能盼望从神 我们得着火器 对我有什么提醒 这个是 我已经说了 这个是 神给我们一些无福的秘诀 我们要按照学习 按圣经的原则来代人 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刚才说了 不按圣经的原则代人 凭欲体报复人 这是我们很容易 我们做的事 这是我们老我 又走出来 有什么后果 这是今天我们 一些生命上的反思 好 我们今天的诸语学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得入祈祷 恩主 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的心恩 给我们今天 在彼得你的前书三章 有很多方面的学习 有很多方面的提醒 你提醒我们 我们和弟兄姊妹 肢体在教会上的相处 有很多 仍然有很多 学习的地方 你帮助我们 有时我们软弱 有时我们 在当中 我们很容易有 报复的心态 很容易因为 无论是私欲 或者对圣经 解释不同 我们很容易 分歧 会冲突的时候 你就联敏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当中 无论是 什么环境之下 我们仍然的 要学习 来同心 彼此的提讯 帮助我们 祝福我们每一个低头 感恩其靠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大兄姊妹 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 我们继续我们的主日学 我们再见 言神祝福大家